有請部長跟馮主委 好 我們請部長 主委 部委員好 部委員無外 兩位辛苦了 我想關心國軍現役軍人跟退役軍人 是兩位首長的當然職責 那麼有關年金改革所產生的疏漏 對募兵制 對現役軍人 對即將退伍的軍人 和已經退伍的軍人 所造成的影響是很深遠 剛才幾位委員都提出來過 那麼我想有關相關的福利缺漏 當初修法不周延 大法官釋憲也提醒過的 包含退役上校的子女教育補助費 水電費的補助 一卷應該請領的 這一部分都很重要 那麼我舉一個實例來說明 在86年女性軍事官 我在行政總質詢也問過蘇院長 但是簡單的邏輯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這個年班在20年前 修法就已經被犧牲一次 這一次修法又被砍一刀 我問過蘇院長 在邏輯上來講很簡單 你要怎麼修 要不就比前一個年班少 要不就比後一個年班少 這個年班是比前一個年班 後一個年班都少 細節請你們自己去討論 這個問題已經好幾年的爭議了 我看到蘇院師師長上來 有一句話我剛才本席非常不認同 就在修法過程中 尊重朝野協商最後的結果 這個本席不認同 兩位首長你們是現役軍人 跟退役軍人的家長 在古時候叫父母官 不能夠認同有疏漏 有缺失不周延 甚至部分違憲的修法 兩位應該是積極去爭取 即便執政當局有不同的意見 在你們的職責要去爭取 一次兩次三次 要解決現役軍人跟退役軍人 應該有的尊嚴 權益 福利 這樣子大家才願意安心在部隊服役 今天的現役軍人 就是明天的退伍軍人 所以我想兩位是不是認同我這個看法 就邏輯 就疏漏 就不周延 可不可以盡快改進 請部長回答 簡單回答我一下 報委員 當然在服役條例裡面 就已經定了這個機制 不管是制度的檢討 或者是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整個財務執行的狀況 以及現況 不管是現退執行的狀況 都會做出檢討 在第59條還有39條 都有做一些規範 好 我想馮主委 是不是簡單回應我一下 剛剛您舉的那個實力 我心有同感 我覺得我們還應該繼續爭取 也希望委員在不次的場合 都把它提出來 給我們的長官 跟我們自己能夠了解 謝謝 我想兩位首長的責任是 極力爭取照顧你的部署 而不是尊重朝野協商 尊重執政當局 那我們就變成是無關了 不是政無關的 你要去爭取 幾十萬退伍軍人 靠你們 幾十萬現役軍人靠你們 要極力去爭取 明知是有疏漏 為什麼不爭取 第二個我想想看 美軍的退伍制度 從憲法上我們看到 美軍怎麼照顧他的 現役退役軍人 兩位 部長主委 你們是 我們國家軍人的 兩個主觀 負同樣的責任 一個現役一個退役 從這個角度我們來看一看 舉一個最簡單的小例子 軍醫院跟榮民醫院系統 你的病例能不能相通 我現役我在軍醫院看病 我退役我到榮總看病 這兩個的病例資料 能不能相通是很容易的事 為什麼不積極去做 讓現役軍人退役之後 轉到榮民系統就醫 我也能夠延續我過去的病例 請簡短的回答我一下 我們在衛福部的大數據的提供之下 我們已經逐漸走向這個開放 我想委員我想在一個月 我們就可能有更明確的 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而且我不見得有時間要到榮總 假如我在三種看病 我榮總的病例也可以給三種 請問部長能不能配合辦理 可以配合辦理 好第三點我想講一個比較 嚴肅和感性的事情 我們好不准好院長 近期松受往生了 這一生出將入相 為中華民國犧牲奉獻 結果有一個桃園的議員 這樣子羞辱他 說這樣子可以省一點錢 國防部退府會 你們是不是應該站出來 嚴正地駁斥他 這樣子羞辱一個為國家貢獻 一輩子的一個出將入相的將領 對中華民國這麼貢獻這麼大的人 如果兩個部會沒有任何反應 各位想想看 現役軍人 退役軍人 我們心裡是怎麼想 這個不是厚道的問題 這連人性都不對了 所以我建議 將來再有這種事發生 國防部退府會 第一時間要捍衛這些 為國家犧牲奉獻的將領 或者退役軍人的尊嚴榮 給他的家屬 給現役軍人 給退役軍人 看一看 你們是父母官 你們不維護 誰來維護我們的尊嚴 所以這一點 建議國防部退役會 以後應該要第一時間 就要跳出來 否則我們對郝先生 對他的後代 對我們這些 他的子弟兵 是沒有辦法交代的 孰可忍孰不可忍 請兩位首長參考 謝謝 謝謝遲照 謝謝 謝謝 謝謝吳委員